氧化还原是由18世纪的科学家拉瓦杰所提出的 他指出物质与氧结合的反应称为氧化反应 而从氧化物中除去氧的反应为还原反应 今日氧化还原的定义 现在我们将氧化还原视为一种电子转移的反应 反应中有一物质失去电子 则必有另一物质获得电子 氧化与还原必定同时进行 氧化反应为反应物种在反应中失去电子的反应 还原反应为反应物种在反应中获得电子的反应 我们由粒子得知 铁原子由氧化数为0变为氧化数为正2 视为氧化反应 铜离子由氧化数为正2变为氧化数为0 视为还原反应 下面是氧化剂还原剂的相对强弱表 我们可以发现 凡、铝、锡、锡、铅这些金属与酸性溶液可以产生氢气 但是铜拱银因为还原力较弱 无法与酸性溶液发生反应 表中最强还原剂为锂 最强氧化剂为弗 氧化树法的原理 氧化还原反应同样遵守电荷守恒 以及得失电子数守恒 以及原子不灭三大规则 氧化数法的步骤有四点 首先找出已知的氧化剂以及还原剂 其次平衡氧化数 计算出各元素的氧化数改变量 第三步平衡电荷数 考虑反应的酸减条件 利用氢离子或是氢氧根离子进行平衡 最后调整其余物质 以求符合原子不灭原理 碱性氮壳浸泡液与亚甲兰的化学震荡反应 氧化还原反应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是随处可见 如果配合颜色的变化 不但能够使观察者更能够明确地判断反应的进行与否 也能够增加实验的乐趣 这个教学演示当中变有许多这样子的趣味 我们可以看到学习目标里面有用到几个东西 例如像维纹针 纹针主要是以金属铁当作成分的一个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东西 然后我们还有所谓的过满酸钾这样子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氧化剂 同学可以看到我们的操作步骤 总共有这几个部分 我们从实验里面请同学要一一仔细地观察 它的一个颜色的变化 还有一些化学反应的一些特征 老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实验呢 我想变个魔术给你看 变个魔术 这个什么颜色 透明啊 怎么会这样子 我要检查一下 还有光镜耶 老师我要学这个实验真的很有趣 来 我教你先加葡萄糖 加葡萄糖 要加多少 一小瓜少就可以 所以要加多少 差不多一半就好了 一半可以 我们现在再加一些轻氧化钠进去 轻氧化钠 要多少 两瓜少 这也搖曳喔 这时候我们加几滴的牙甲兰 牙甲兰 牙甲兰是氧化还原的指示剂嘛 是啊 所以它在氧化钠的时候是蓝色 黄烟钠的时候 用力咬看看 黄烟钠的时候会变成无色 只示剂加多一点 好 试试看看 浓度越高反应速率越快 有有变浅 变浅 变浅 比较快齁 嗯 哇好快喔 对 那是不是你再把它倒过来 它又会变色 这样才有魔术的效果 哇 透明的倒过来就变成蓝色的 嗯 它又要消失了 因为浓度高反应速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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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